而且可能不是說只有這一兩個人 是全隊都已經有研究出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我們可以再觀察 做了一個初級 想要來一個頭點 哎呦哎呀 希克這個防守不行 那直接傳到優娃也去了 之前大家也知道希克的這個投手球 下球的一個防守動作是比較沒有那麼快 對這時候兄弟上隊 哇這也是出現了一個 上隊在今年也比較少使用的一個強迫取核的戰術 以往都是一打用在上隊身上 會用在其他球隊身上比較多的 那這樣一個成功的一個強迫取分 這個球應該不是有點類似強迫取分 好像不完全是 好像是等有弱點比較OK再跑 三壘上的跑者只有一開始拉開那個離壘的距離而已 而且這個來講應該也是有考慮到 第一喔希克他是左投手 所以他看管三壘上的跑者的話 他一定會比較有一點的困難度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以黃少離壘距離來講是非常的遠 再加上這個球點的位置就夠理想 很重要 我們現在實在有什麼 commissioner 我們現在實在有一個回落 大陸有很多回落